我从小不吃粽子 人家说那个粽子有芦苇的香味 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太怪了 所以我从来不吃那个粽子 那个粽子就是我们江苏那边 是用那个芦苇的芦叶 叶子包起来的 所以每年到吃粽子的那天 我爸爸就额外给我做的 那个叫糯米饭 因为平时的糯米很贵 也不会吃这个 那做粽子的时候就放在糯米 但是我因为不吃粽子 而外给我做 而小时候呢 人家硬塞叫我吃那个粽子 我咬不两口 然后就把粽子丢了 你想我们小时候 只能吃那个粤米饭 或者那个麦子饭 根本吃不到米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 那只要我就根本没法吃这个粽子 我今天要领排的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粽子 那个粽子上芦苇的那个气味 芦苇的那个气味 我看到一条水沟啊 水沟边上长了好多芦苇 长了好多芦苇 然后好像经常从那个河边走步 经常看那个芦苇 经常看那个芦苇 经常看芦苇 芦苇啊 这个是在陌生的一个人 一个古代人的芦苇 那叫芦苇啊 那芦苇啊 那芦苇啊 芦苇啊 在那边写诗 在那写诗之后 有时候写一些批评文章 这个年代也叫反征服文章 反征服文章 然后呢 他在写小说 在写小说 也写一些传记 也写评论文章 类似现在的正品 这个空了这么一大节 最后 他写的书啊 写的书的最后一页 最后半页 半页留在那个 他写的一句话 粽子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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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好多 粽子与我无关 一直在写 粽子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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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他就跟着我 要求我告诉大家 粽子与我无关 粽子与我无关 为了引起那个 为了引起我的粽子的关注 对粽子的关注 反馈的关注 所以 他让我那个粽子 吃不下去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 吃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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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吃那个粽子 所以 就算 我就写 那个粽子上面 芦苇的气味 那个怪怪的 就不能吃 我家里 其他人都说 那个粽子是像的 我从来 从来感觉 那个芦苇上面 那个叶子的芦苇是不对的 从来不吃 从来不吃 永远是芦苇 跟着我 我现在如果 我帮你 澄清一下子 把芦苇澄清一下子 那个粽子 从芦苇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芦苇跟自己 定位啊 定位啊 就是现在的叫什么 政论家 或者政评家 政治评论 政治评论家 或者政评家 但不是个产业家 他从来没生产过粽子 也从来 不知道粽子 又通常什么关系啊 感觉 人家非要把那个 把那个粽子 通常搞了一块的事 他感觉 对他一个耻辱 或者认为他家 米都在 没地方放了 还要报到 没地方尝 要尝到那个芦苇里面去啊 他就在这样子 对他的耻辱 要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吃完一个 去年那个 把那个 放在我鼻子口那边 那个芦苇 把它拿掉了 所以啊 我这一目到那个粽子的时候 那个芦苇的味道 特别特别浓 浓到我根本 根本不想吃 当然 如果同粽子没关系的 没有碰到芦苇的 就没事 那个糯米 吃起来没事 当然那个粽子 当那个芦苇的味道 碰上来的就 这个 我就 根本就不吃了啊 反正记忆当中 我咬过两口 就吐了 把它就 马上就吐掉了 把粽子就丢掉了 就这么回事啊 啊 好 再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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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